尖叫 哀嚎 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顿时成了转间炼狱 经理箱碎玻璃散落一地 大厅中央还有火苗不断窜出 比利时恐怖攻击最新画面曝光 一名计程车驾驶重回机场寻找儿子下落 但眼前所见却是一句句罹难者遗体 瓦力队中小婴儿满脸鲜血哭喊 而他的妈妈躺在身边已经不幸死亡 这次比利时连环恐攻光是机场大厅 就出现两次爆炸 死伤惨重 而受害者来自世界各地 除了语言障碍 身份辨识也困难重重 目前估计至少有40国的公民 在恐攻中罹难或受伤 而比利时官方23号公布的第一位罹难者身份 证实是一名定居在布鲁塞尔的秘鲁女子 秘鲁哥大报投反报道 死亡的37岁女子鲁伊斯 嫁到比利时多年 原本打算去美国探亲 却不幸命丧机场 而恐攻后第三天 比利时上下弥漫哀伤氛围 地铁站维持最高警戒 民众想搭车 得先大排长龙通过层层安检 布鲁塞尔机场也持续关闭 最快26号才会重新开放 全球哀悼恐攻罹难者 比利时知名地标 布鲁塞尔市中心交易所广场 民众不分日夜 带上鲜花点上烛光祈福 希望在这最黑暗的时刻 吸手挺过伤痛 记者 陈嘉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